神掌 校長 各位老師 工友 同學 早晨 在我身邊是 Form 6 D 班的 Ambrosio 你說是 Form 6 A 班的吳志穎 喂 Ambrosio 你知不知今天對我們來說有什麼特別 我知道 就是巴拿馬的母親節 喂 不對 再猜一個 這次一定是對 是芬蘭的音樂日 錯呀 錯呀 還說自己在粵華讀了六年書 今天其實是聖母無緣最尖禮 同時亦都是我們學校九十八歲幾生日 那生日就要慶祝一下 讓我唱首生日歌祝下去先 共祝你福仇於天祥 停停停 歌就固然要唱 不過要唱就當然要唱我們學校的校歌先啦 現在有請各位起立 我們一起唱校歌 歌唱歌 歌唱歌 請各位就座 請各位就座 是的,Ivan,我記得年年唱完校歌之後 我們都會有話劇看 你知不知道今年的主題是什麼? 今年我們話劇的主題就是我們的牧民主題 承擔使命,助己助人 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年的話劇 真是史無前例這麼充滿驚喜 又有音樂,又有穿 不要再說了,再說就沒人了 事不宜遲,我們將這個舞台交回我們方式不宜班的同學 好,今天的課就來到這裡 記得跟著編好的組員名單 習慣一集思廣益 做好份小組報告 12月18日交,有兩個月時間是計考試分的 Goodbye,Class Goodbye and thank you,Felix Sir 走吧,還站在這裡打電話 Adrien,Chris,我們過來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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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 好,我們先確定立場 你們倆覺得音樂可不可以改變世界? 我就覺得可以的 以心傳心,音樂就是最好的媒介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非常有音樂的天賦 所以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可以開到一個音樂會 別傻了,音樂只是娛樂而已 都不讓別人重視,可淡改變世界 兩邊都有道理 但是我們要舉例 不是吧,Chris 我沒想到你會說不行 以我所知,你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哈,我之前還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Chris你的脾氣會收斂這麼多? 哈,上個學期居然被我看到你在琴海練打鼓 哦,原來你去導用音樂,在抒發自己 你看看你現在,肢體協調這麼好 手關又粗了這麼多,練得挺好的 唉 一直走,不要緊 喂,是私隱來的 抱歉,給一點尊重好不好 抱歉 不過,可能你也有些道理 或者音樂真的能改變世界 對呀,還有你,Adrian 其實我也留意了你很久了 你看看你的手指,是起曬的 一定是玩結他 沒有,你怎麼知道的 我還知道,你有一個專門遮蓋別人的音樂頻道 專門…不說了,抱歉 我也同意,音樂是可以改變世界的 對呀,其實呀,我們的組員,今天沒有那個Peter 都會玩結他 與其,我們真的找一些聽到難的例子 我們真的試試合一個樂隊 就當作實踐例子,好嗎 試就試 好呀,好呀,YES 其實我們也練了一段時間 只剩下我們在圍內練,有什麼好玩 我們自己什麼水平,我們都不知道 我試試問問我師兄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提議給我 你師兄是誰 我,他是社區中心的醫生義工 因為我老爸說,想我將來做醫生 說這是我的使命 所以就叫我去社區中心跟醫生學習 機緣巧合之下,就認識了師兄 他平時除了做醫生之餘,也有玩一下音樂 所以,我也想這次組樂隊 和大家證明一下,給我老爸看 原來我玩音樂,都可以很出色 哦,原來是這樣,那我們一起努力吧 喂? 喂?師兄,我終於找到一群同學 和我一起組樂隊了 想問問你認不認識別人 可以給我們機會去表演 嗯,最近社區中心好像上街一個才藝表演晚會 剛剛有一段時間還沒找到人表演 不如你們就過來試試吧 喂,好啊,好啊,多謝你啊,師兄 喂,Jamie,我們明天表演 我現在很緊張啊 喂,不用緊張,給自己一點自信 我們一定可以的,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YES 加油 我們要好配合,不能出錯 YES OK 喂,停啊,停 喂,怎麼樣啊,Chris 節奏那麼暖,影響整個表演了 賴賴賴賴賴賴,你的節奏那麼差 還說想跟別人做歌手 沒怎麼差 你們別吵了,算了,別玩了 一直以來都是你說想要組樂隊而已 現在不會又是你,你的自私精 Peter,我們走吧 蛤,你們每個人都走了? 那明天的表演怎麼辦 我都說你應該去做醫生 而不是去唱歌 老爸 你什麼時候在這裡 李師兄說 你今天有驚喜要給我 現在 我真的覺得很歡喜 從小到大 你對理科一點就不明白 你不覺得是天主給你的使命嗎 叫你去做醫生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唉 說到尾 你不是又是不喜歡 我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嗎 我這樣為了你好而已 你問吧 做醫生有更好的前景 有更加穩定的收入 而唱歌 娛樂你而已 你好煩啊 我想追求我自己的夢想 我喜歡音樂 我不想你那時候有些選擇 喂 喂 哦 好 我現在過來 我回去再跟你說 怎麼樣 發生什麼事 沒有 我剛才又跟我爸爸吵架了 他真的很堅持 要我做醫生 說這是我的使命 但是 我真的很喜歡玩音樂 其實 我覺得我們剛才的彩排做得不夠好 真的只差點團隊配合 我們四個 每個都想展現自己的天賦出來 但是就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唉 我還想繼續跟他們一起玩音樂 但是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那 你覺得你爸爸說得有沒有道理 不如你先肯定一下你的天賦是不是音樂 那如果是的 就應該用心去做 做到最好 不要放棄 今次只是一次的失敗 我們之後還有更多的機會去做得更加好 唉 你 又說你好有天分 不是只有一個港幣 八百日夢 有鬼用嗎 這個老醫生說得很直接 但是他說得很對 首先你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去認清自己的能力 然後才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這樣嗎 嗯 你說得對 師兄 但是 現在我的樂隊又走了 我想追夢 都沒有人跟我一起追 你不如嘗試再打給他們 看看說不定有機會再多夾一次樂隊呢 嗯 我盡力嘗試 但是 我現在電話不在身 你可不可以寄個電話給我 等我一會 唉 怎麼辦 算好啊 每個人都走了 明天那個表演都不知道怎麼辦 電話到了 電話到了 再嘗試打給他們 嘗試一下 嘗試 喂 Chris 對不起啊 我知道我剛才的態度 就不太好 我跟你說抱歉 不如我們今晚 繼續出來彩排 明天好好地表演好不好 啊 你又想利用我們 來實現你所謂的音樂夢啊 Sorry 我們拒絕 怎樣啊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 不想跟我合奏 現在 怎麼辦 那 既然你未找到答案 不如先著眼當下 看看有誰需要你的幫忙 可能在過程中 你會有不同的收穫呢 我明白 我盡力嘗試 啊 不過我 真的適合做一個醫生嗎 做這些事情 好像真的很容易 難道這個真的是我的使命來 你做得很好 路醫生心裡一定很開心 有你這個幫手 小朋友 快點幫你物資箱 兩個樣包過來 好好好 咦 這個藥包 這麼香的 喂 為什麼你暈倒了 喂 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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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到 什麼 那個 對 什麼 unique 不是 起床啦,你不是想知道自己真正的使命的嗎? 起床,自己去找吧 啊,哎呀,我的頭好暈啊 這裡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我好像聽到炮彈飛來飛去那樣? 師兄,盧醫生,你們去了哪裡啊? 這個場景,我好像在歷史書上見過那樣 這裡難道是二戰的戰區? 我不是穿越回了二戰嗎? 喂,你真的嗎? 好恐怖啊,找個地方避開 兒子啊,最近前市又爆發了新的衝突 六位生生生生幫幫爸爸 醫療物就知道不夠用了 不要經常拿著一部琴 我平時都不開你 我只是休息那時候練琴有什麼錯呢? 我都說過我長大是不會做一個醫生 我想做一個音樂家 真是荒謬啊,現在正在打仗啊 你做音樂家,你哪有飯開啊? 你生不生存到一個問題啊? 去幫我拿個崩打過來吧 你在做什麼啊?你又拖拖拉拉 你知不知道要出人命啊? 你知不知道現在外面有多少人的生命 受到人威脅啊? 你還在這裡拿著歌曲? 你這個態度,你說什麼幫人啊? 我平時都會一直幫你 你經常罵我幹什麼啊? 我是你的兒子啊,不是你的下屬啊 你… 你是誰啊? 你在外面鬼鬼祟祟偷聽我的話幹什麼啊? 沒有,其實我和你一樣 都是想做一個音樂人的 我剛才來到這裡 就聽到你和你裡面的爸爸在吵架了 其實什麼事呢? 唉,什麼都被你聽到了 我爸爸是個潛地醫生 現在千鳳這麼緊張 他就想找我幫他做一下事 當我實習一下 當我長大之後和他一樣做過醫生 我明白你啊,我明白啊 我爸爸也是這樣跟我說 說見我做醫生是為我好 完全都不當我的夢想是一回事 唉,但是他又說得對的 作為一個音樂家 又不可以當飯吃 又不像醫生那樣 有救死扶傷那麼高尚的使命 那你就錯了 其實職業哪有什麼高低貴賤的 只要每一個人承擔好自己的使命 做好自己的份內事 做好自己的份內事 做好自己做人 不好嗎? 啊,但是音樂真的可以用來娛樂 難道音樂也可以幫到人嗎 為什麼音樂不可以幫到其他人 我的夢想就是希望可以以我彈奏的樂聲 去傳遞和平的信息 現在脂肪這麼緊張 去治療這些傷者身上的傷口固然重要 但是最難治療的會員都是他們身上的心靈創傷 所以我就想以我的音樂去播放這個希望的阻止 來到每一個人都振作喜靈 崇拾他們面對戰爭的勇氣 只要每一個人都有這份以音樂帶來的希望 那戰爭就可以早日結束了 是啊,我之前也沒想過 原來音樂也可以這麼偉大的嗎 是啊,還有啊 即使我的音樂只能幫到一個人也好 我都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尚主給我的使命 很有意義的 哇,真的連我都被你感動到 不如這樣吧,你試試進去再跟你爸爸說一下 我相信他一定會支持你 來吧,最多我跟你一起進去吧 好吧,我去試試吧 走吧,走吧,走吧 爸爸 爸爸 你什麼事啊 你剛剛做得好一點啊 你不要嚇壞我啊 讓我看看 你爸爸現在的嘴巴在一旁 對眼翼完全沒辦法合起來 應該是中了風 你看一下 中了風的話 他可能會… 會怎樣啊? 你拜託快點說啊 可能會導致昏迷 嚴重的 甚至會下半身癱瘓的 我覺得 你爸爸可能是一天 要照顧太多的病患 又沒有足夠的休息 才會這樣而已 那怎麼辦啊? 你怎樣啊? 爸爸 爸爸 你聽到我說話嗎? 爸爸 你聽到我說話嗎? 爸爸 爸爸 我可能不太行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做最後一件事嗎? 爸爸 爸爸 老爸 你說啊 兒子 其實 爸爸之前逼你做醫生 是爸爸的錯 但是 爸爸也想你知道 我這樣做 都是被事勢所迫的 兒子 我現在希望 你可以 繼承我 去幫我治好這一區的病人 兒子 打你這場仗之後 爸爸不會再 阻攔你做任何事的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啊? 好啊 我答應你啊 兒子 兒子 你居的病人 就交給你了 喂 你怎樣啊? 等一下 我還可以採救一下他 我看有沒有什麼可以用 哎 這個藥包 這麼熟口面 然後味道 一模一樣 我也會想忍住 你會想忍住 你會想忍住 要是 приех的 好多便 走 音樂 醒了 我相信通過這個旅程 你一定已經知道 承擔使命 助己助人的意義 我明白了 你終於醒了 真是 嚇到我 站起來再說 什麼時候回來了 唉真是 你知不知道你暈了多久 幸好你醒了 不是 我就會幫你做人工呼吸的 喂 不要這樣了老醫生 但是我現在明白了 我明白 怎麼可以把我的音樂天賦 結合我的使命 就是 用音樂去治療人的負面情緒 和宣揚和平的信息 噢 音樂治療 這麼潮 行不行啊 唉呀 這些東西 不試著又怎麼知道 咦 話說回來 師兄去了哪裡了 噢 他啊 他看見你一直昏迷不醒 說出去買點食物 引你醒了 唉 他這樣的 不理他了 我要立刻 打個電話給我班朋友先 我要立刻和他們分享一下這個主意 喂 大家 我找到一個目標呢 是我們四個人都會想達成的 蛤 你又想我們來搞音樂會 不是刺身往上 唉 那只是搞音樂會 就沒有意思的 我想做的是 用音樂去治療人的心靈 咦 你的意思是否像 搞一個慈善音樂會 好像可以玩一下 沒有錯啦 雖然我們就生活在一個很和平的地區 但是你知道 世界上還有很多人 是深陷在戰火裡面的 那如果我們要搞 不如就搞一個音樂會 是可以為到災區籌款的同時 又可以宣揚到和平的信息 這樣一來 我們就可以結合到我們音樂的天賦 和助人的使命咯 好像師兄經常說的 你們要找到自己的天賦和使命 然後再用自己的行動去幫助人 但是這樣 如果沒有什麼人來看我們的現唱會 這樣就百費功夫咯 唉 不怕的 我們可以Livestream的 讓人網上看和捐乎 是不是 而且 就算我們的音樂 只可以影響到一個人 我們都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雖然我們不是做什麼很偉大的事 但是 這一點一定是有意義的事 噢 這次就聽你說 但是如果我們想搞慈善音樂會的話 我們就要給上一次有更多人來聽 那你有沒有什麼林法我們在哪裡搞 咦 我上次在阿師兄那裡聽說 聖誕節會有一個慈善籌款活動 他是整個活動的搞手 所以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提供到一個時段 讓我們在舞台那裡表演呢 好 Then let's start 好遠喔 小心喔 準備 OK 今天真的很多謝師兄給這個機會我們在這裡演出 不如我們請他一起出來跟我們表演吧 未算聰明更要賣給我命 還未要負責職責切記住你 誰也會隨年變老 放動得同年多好 等不到來年變老才懷念那種猶豔腳步 代巴珍普無空素 快識穿沿途的枯燥 這段少年時間既然昂貴 帶好青春 要盡好 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夜晚 臉紅跳遠思考堅持以好每個相話 幾時有力聽起空堂 儘管好好作法 無懼如水沾濕亮眼 記住每日盡興歡 互相 ef 臉紅ھی 可以不逃通笑 一直搭 YES 嘩 我都說粵華仔多才多藝的啦 你看看 連穿粵劇都可以演到這麼林李津之 看完這麼精彩的演出 我們是時候要介紹這次有份製作這個話劇的功臣 首先我們要多謝這個話劇的指導老師 他們包括 梁又峰老師 謝家寶老師 陳麗香老師 黃曉冰老師 梁瑞堅老師 謝家雪老師 賢家衛老師 梁玉彥老師 梁玉彥老師 郭華彩老師 李聯勝老師 還有陪到我們最後的MISS WANDA 我們還要多謝在幕後 默默為我們付出的同學 他們就是梁漢聰 還有我們還要多謝這個話劇 我們還要多謝為我們這個話劇臨時組成的一隊BAND 他們就是鼓手Christopher 結他手Peter Adrien 還有兩位主唱 Jamie 和Savio 謝謝 另外我們還有在幕後默默付出的道具組的同學 他們有 梁漢聰 趙卓賢 高展鵬 劉柏葵 麥麗信 黃俊琦 周萬喬 鄭景朗 林沛聰 廖心明 他們的組長是陳子聰 陳敬哲 除了道具組之外 我們還有這幫幫我們密密地把布景搬來搬去的後台組成員 包括陳培熙 蕭俊豪 顧日賢 李燕諾 許海進 梁子琦 劉華歡 陳奕朗 蔡俊文 和他們的組長 馮逸昌 和王家會 另外我們還有燈光音響組 金智峰 鄧偉諾 和他們的組長 羅進輝 鄧在潮 郭浩祥 另外還有幫我們管理財政的曾俊琦 另外還有幫我們管理財政的曾俊琦 一個好的劇本怎麼少得一對好的編劇呢 他們就是湯俊傑 魏智恆 譚毅宏 何成恩 和我身邊的吳志榮 拍攝 飾演臨時演員都是演員的 何俊彥 黃宇謙 陳俊熙 張仲熙 譚毅宏 飾演音樂老師的孔令熙和爸爸黃澤豪 飾演戰地醫生的曾浩陽和他的兒子李略 飾演師兄的張兆偉和飾演同學的A住人和Christopher 還有老醫生陳偉宇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主角Jayme 屬於主角的掌聲在哪裡 當然還有我們最最最重要的導演 他們就是蔣漢賢Peter和Willie 鄺文浩 謝謝 謝謝 除了今年我們從6的同學為大家準備了這個話劇之外 其實每班的同學都為我們這個校慶準備了迫步參加比賽 現在結果就在我們手上了 首先有請校長上台獲我們班長 首先初級組獲獎的班級是優議長 FORM1C 貴軍 FORM1B 亞軍 初一帽 以及冠軍 初一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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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請校長和獲獎的班級髮照留念 恭喜獲獎的同學請校長留步 接著下來就是中級組獲獎班級 優異獎初二月貴軍初三月亞軍初三丁和冠軍方麗絲 選手的同學請校長留步 有请校长和获掌班级代表拍照留念 恭喜获掌班级的同学 请校长留步 最后我们来颁发高级组的获掌班级 邱二掌高一甲 贵军F5D 亚军F4D 冠军F5B 有请校长和获掌班级代表拍照留念 恭喜获掌的同学 现在有请校长和同学到台下就座 我们今天的庆祝会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现在将台交给余sir 先看 同学 精彩不精彩 精彩还差一样东西没做 掌声啊 我们多谢F5D的同学 今天你不要以为接近尾声 我们还有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我们再次请校长上台 我都不知道什么环节 那你听听校长亲自的介绍 各位的神长 各位的嘉宾 各位的校友 副校长主任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 早晨 我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 所以我每次见到你们 这么青春充满着活力 又令到我想起我读中学的时间 我时常有一个梦想 我很喜欢发梦 有一个梦想 不过这个梦想很难达得到的了 就是我希望能够回复回 好像你们当年那样 十几岁的时刻 但是呢 想着想着想着呢 算着算着呢 人生的时光呢 就是这样呢 一年一年过去 所以在座的青少年同学们 你们应该要好好地珍惜 在粤华呢 这里的求学的时光 实在是很宝贵 时间一过去呢 就不会呢 翻转头 讲下讲下呢 真是一年一年过去呢 能够坚持在粤华这个家里 服务呢 超过二十五年以上的老师们呢 更加绝不简单 所以呢 今天趁着我们九十八周年的校庆呢 我们都要去家长 在我们粤华这个家里 二十五年和三十年呢 坚持努力地呢 是教导我们的青少年学生 让他们能够在学业 在品行上面呢 好好地去成长 这些老师值得 这些老师呢 就是我们校法的榜样 所以这里呢 我神父本人代表校方 趁这个时间 代表我们全校的神长师生呢 来到去对这一班的 在粤华这个家 服务了二十五年 三十年的老师呢 是一个的志愿 在粤华这个家 服务二十五年的 有袁妙容主任 感 정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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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佳老師 唐建輝老師 黃瀚寧老師 黃瀚寧老師 服務粵華國家30年的梁漢文老師 黃瀚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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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一次掌声 多谢这么多老师的热心服务 慧如说放了很多口水出来 很多同学都在这帮老师孕育之下 已经成长了 我们热烈的掌声恭喜你们 恭喜各位同事 谢谢校长 同学你看到了 校长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数一下手指这帮老师已经是25至30 你们在这帮老师教导之下 日后如何处世代人呢 想一想 还有时间剩下 我又想分享一个故事 刚刚想到一个故事 故事很简单而已 只不过要你们深思一下故事的内容 有一个烂酒鬼很喜欢砍酒的 砍了十几二十年了 其实有一天他想想戒酒 他知道喝酒不对 为了自己家人 为了自己身体 他想戒酒 但是戒不了 戒不了 继续去买酒 他就去一间酒馆那里 卖酒的地方 很熟悉的了 卖了十几二十年了 继续去买酒 你买 我买 OK 如是者 过了十年之后 过了十年之后 这个烂酒鬼就走去这个酒馆 对着老板说 多谢 拗了头 为什么多谢呢 你给钱 我买酒给你 很正常一个交易 大家互不拖欠 接着那个酒鬼就说 我好多谢你 知道我想戒酒 戒不了 你正在帮我 怎样帮啊 原来在知道那十年期间 那个去买酒的时候 那个酒馆老板 很奸商 加点水进去 加点水进去 如是者 这十年他每一次买 每一次加 喝喝酒 酒精量就低了 他有一天 没有想到喝酒 只是喝水就够了 他终于明白到 原来那个酒馆的老板 是为他好的 故事讲完的了 但是你想到这些什么呢 我又想到了 帮你们想起来 聪明的你其实知道了 在过各位 包括我都是 都是烂酒鬼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缺点 留着在哪里 也都承诺要改 但是偏偏改不了 认错会认错 但是态度照旧 是不是啊同学 我教导的同学都一样 下次不好了 下次又是一样 幸好幸运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同的酒馆老板 第一个就是姓母 他很耐心容忍我们犯错 不断感化我们 其次就是我们的父母 当然不少得我们的老师 当然还有身边 每一位爱惜你们的知己朋友 所以 正如校长所说 乙华仔 其实不应该是乙华仔 不过乙华仔特别要 要事事感恩 多谢各位 看到你们这么乖 校长说请你们吃东西 我手头上有这张代金券 10元 我们本学小学部可以换领的 这张代金券 已经分化到你们的班主任手上了 稍后班主任就派给你们 你们不用急于 1500个学生涌入食物部去换食物 这个期限是直到明年 你们的暑假7月24号之前 都可以换领的 所以同学呢 是有需要和在合适的时间呢 可以拿着这张罐去食物部路 换领价值10元的食品 我们掌声多谢校长 好节目呢 继续庆祝会之后都有的 那我现在就宣布一下 一些的庆祝的活动 第一个活动呢 就是在完了这个赛事之后 在明导楼的南球场呢 有南球比赛 是一场的南球老师和学生的对赛 不喜欢看南球的 可以去大足球场 大足球场呢 有足球趣味游戏 说得游戏应该可以参与的了 更加不喜欢的 想说练胆的抵抗力啊 可以去到明我楼球场旁边的健身区 有体能大比拼 不喜欢的 也可以去到大圣堂前地的手足球机区 有手足球机街霸战 希望大家能够尽兴兴享受我们这个活动 最后我们以掌声欢送嘉宾和校长老师来场